大家好,我终于给火龙果做了架子 今天分享怎么做火龙果的架子 都需要哪些材料和工具 要看到最后,我会分享一个经验教训 火龙果长得挺像仙人掌 枝条长得厚厚的,能储藏很多水分 一般从根部长出来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作为枝杆 长得高就需要架子支撑 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架子的做法 做架子需要用到切木板的工具 钉钉子的工具,电钻,钉子和木板 这个架子的结构是下面是一根柱子 上面是一个方框 火龙果的分支长多了 就让它们从方框中长出来,分散开 然后这些枝条将来会开花结果 架子的高度一般是做成4-5F 也就是120-150厘米的高度 其中有20-30厘米是埋在土里 上面的方框的木材长度是18英寸 也就是45厘米 四个切成一样长 我要做两个架子,一共切八段 中间的隔断要量好,确保长度合适 然后用钉子钉上 这个钉子盒中提供了钻头 直接装到电钻上就可以用 一般电钻都有配套的钻头 不过这样很贴心 以防万一家里没有的话 还要去买 方框和柱子连接时最好找个可以顶住柱子的墙面 这样好操作 柱子下面加一个短的木条 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 架子不容易倒 两个架子很快就做好了 架子做好了就可以移栽火龙果了 这是我之前扦插的枝条 经过四个多月的生长 已经长出新叶了 怎么扦插繁殖火龙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这个视频 先挖一个坑 把架子先放进来 然后把火龙果移进来 看它的根很健康 都长满盆了 火龙果尽量离架子近一些 添上土就可以了 有了架子 火龙果就可以沿着架子生长 期待它今年夏天的开花结果 种这个火龙果的地方 我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堆肥了 现在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有很多的蚯蚓 看这颗火龙果 当时没经验 买来就直接种在地里了 没有及时搭架子 现在埋架子就要离得远一点 避免伤到火龙果的根 这颗火龙果 我还要想想办法 怎么把这个枝条拉直 让它沿着架子长 这就是我的教训了 提示大家 种火龙果一定要在种植的时候就搭上架子 哪怕它还是很小颗 火龙果的枝干需要支撑 从很小就需要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您有帮助和启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Prof越新闻